小青年或杰出青年被王金平亏 搞不了多少 让老小青张成这样有事吗 第五类文化及艺术类 小青年先生 责恩的有大事啊 他今天到立法院领取第五十三届 十大杰出青年奖 我是很意外 意外的是 他根本没报名啊 而是他代言的按摩影场上帮他提报 由知名主持人李涛推荐入选 也是记账惠妹孙翠凤 消防其后获奖院中最年轻的一位 王院长赞赏老小虽然有阅读障碍 人奋发向上 赚钱不忘做公益 可以带领年轻人向上 两人初见面的印象是 我说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哪 我在S上看得好像很高的样子 S上不用 这个高不了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今天 今天第一次 我本来也是以为他蛮高的 我没有觉得他矮 我只是顿时觉得我也蛮高的 老虾的误会还不止一个哦 我想说我会不会是最小的 结果出现了一个1988年 林大哥 是我的名称 你是亲弟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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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要不走到我面前我害怕 哎呀真的我真的太失礼了 所以他这样 我还记得你叫你生大哥吗 听过人来 你愿意做大哥吗 把捣 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 你还在等什么 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月铃2万 每周点月数最高 再送獎金5万元 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